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东西补充完成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来去开始写真正的这个业务逻辑了 那我们看一下 咱们在写这个真正的业务逻辑的时候呢 咱们从哪来呢 咱们实际上也可以把产品当中呢 也像张国一样分为几个模块 比如说分为这个用户模块 比如说分为这个房屋模块 分为订单模块 分为这样的模块 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个购物车 所以没有购物车的模块 咱们也可以分为这一部分 所以呢 咱们一个一个来 咱们先来去解决这样的用户模块 把用户模块解决完成之后呢 你能够进行注册 能够进行登录 那时候的话 你再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房屋模块 在里面去发布房子查询 然后呢 再解决完了之后 再去解决相对应的这样的订单模块了 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 咱们先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用户模块 在用户模块当中呢 咱们先来去关于用户注册的部分 关于用户注册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之前的话 最基本流程就是 把参与次数填写完成之后 就能够进行注册 但是呢 咱们在这里操作的时候呢 要给你做了两部拦截 得先来去验证图片验证码 验完图片验证码之后呢 还要去发取短信验证码 发取完整之后 你最终才能去完成注册 所以呢 咱们一个逻辑 一个逻辑来去写 先来去写谁呢 咱们先来去写图片验证码的 这样一个逻辑 那我们要去实现图片验证码的话 咱们怎么来看呢 咱们就得把这个图片验证码的一个流程 先来给去分析清楚 明白这个流程之后 什么时候去生成 谁是生成 还需要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分析好之后 那你接下来才能在后端 把它补充完整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还是要分为两端 一个后端 一个前端 一个前端 一个后端 比如说是前端 浏览器 相对应的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服务器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眼 那相当于是什么 我先不管 我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 需要向我加载这样的一个 获取图片验证码 反正呢 就是相当于 我后端当中 得给你去实现一个接口 原因在于哪 原因在于 你说这个图片验证码 难道是说 我在后端当中 把这个图片验证码 一开始的 所有图片的可能性 全都给你实现好了 然后放到我的 定谈文件当中 你要一个 我给你返回一个 要一个返回一个吗 不是吧 图片验证码的东西 是本来就没有 你向我索取一个时候的 我随机给你生存一个东西 才能保证随机性的吧 这是关于这样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当你前端需要一个图片验证码的时候 那你向我后端发起一个请求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第一步操作 需要你前端先向我后端发起一个请求 发起一个什么样的请求呢 获取图片验证码 发起 获取图片验证码的请求 你先把这个请求发给我 发给我之后 那好了 我后端当中呢 可能就会定出来一个接口 定出来一个接口之后呢 那咱们在后端服务器当中 所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 我现在呢 得给你造出来一个 就相当于 我现在呢 要生成一个 生成 验证码图片 对吧 我得把验证码图片给生成 生成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 有了这个图片 我实际上是不是就可以去返回了呀 所以那接下来 再来往下走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图片呢 给你进行返回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相对应的 这是返回 验证码图片 这是关于这样的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反复的验证码图片 浏览器实际上 是不是就能把这图片 给你显示在这个地方啊 显示在这个地方之后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往下说 再来往下说的话 就相当于 我什么时候去使用 这个图片验证码了吧 对吧 那咱们在这个 相当于 这是完成了一次请求 完成一次请求之后 我们画一条斜线 画一条横线 代表一次请求完成 咱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次过程 下一次过程的话 相当于应该是 当他去点击 获取短信验证码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要去验证 你的图片验证码 是不是天下正确啊 所以应该是 在发起短信验证码的时候呢 我要进行验证了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下一次请求的过程当中呢 这是发起 然后呢 发起 这是获取短信验证码 短信验证码的这个请求 然后呢 在这次请求当中的话 我们就不管这个回应了 咱们就来看一下 反正在服务器当中 只要收到了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他要做的工作 就是首先得去验证 这个图片验证码吧 对吧 所以相当于是验证 图片 验证 图片 验证码的正确性 我得验证 验证通过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才要给你发送通信 发送短信呀 验证通过 就是说验证正确性 如果正确 可以发送 短信 验证码 这是关于这样的逻辑 好了 这是咱们一个最基本的流程分析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些细节问题 什么样的细节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 如果说 在这里面 我生成一张图片就返回了 返回之后 接下来再发起 有多时候呢 我需要进行验证 那你说 这时候再去验证的时候 那我验证的到底是 怎么才能够验证完成啊 我怎么去验证 图片验证码的正确性啊 怎么去验证 就相当于 在发起请求的时候 用户在发起 获取短信验证码的 这次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得携带参数 然后呢 我才能够进行相对应的教验呀 对吧 他要携带什么参数啊 是不是要携带参数啊 携带的参数当中 要去 要去包含什么东西呢 要去包含用户填写的短信 图片验证码吧 图片验证码 好 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仅仅只靠一个图片验证码 我这边收到了 我这边收到的情况下 我跟谁对比 他填写的是不是正确啊 我得跟谁 我得跟之前生成图片 这种码进行对比吧 所以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为了在这边进行对比 我之前仅仅是生成了这种图片 那我是不是还得把 那个图片所对应的真实值 得保存下来 接下来你传过来的时候 我才能够去对比啊 对吧 所以那个真实值 我应该往哪儿保存啊 是不是得找一个地方 对吧 得找一个地方 那你说保存到内存当中 能不能行 能行吧 可以 但是我们说了 你这个图片验证码 是一旦返回去之后 哪怕用户过了一年 再来给我验证 我还能给你验证吗 不能吧 是不是得又有效期啊 有效期的话 如果保存到自己的内存当中 我是不是自己还得去管理一下啊 如果说这时候 我给你保存到数据库当中 能不能行 也能行吧 但数据库相当于是 十九保存啊 它也是没有人去给你维护 有效期 而且你给它去放了一个 图片验证码的话 没有意义 你相当于浪费了一块空间 验证完之后 这图片验证码就过期 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放到 Redis当中 是不是最合适啊 所以 相当于 我在这个地方 要给我们去 引入一个Redis了 所以说 我们昨天在去写代码的当中 我一上来 在这引力怎么念头中 是不是给你写了一个Redis到啊 还有印象吗 问一下 没什么去用啊 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自己的手动操作Redis 存数据了 就是在这地方去用的 所以先来看一下 好了 那咱们在这里方呢 需要找到一个Redis 找到Redis数据库 然后呢 给你放到这 那也就是说 在上面一个过程当中 除了要生成图片验证码之外 还要在返回之前 实际上是不是 还要再做一步操作呀 对吧 将杨的验证码的真实值 放到 存放到 存到Redis中吧 不要存到Redis当中啊 只有存到Redis当中的时候 那么先来看一下 只有存到Redis当中 那好了 这时候就相当于 Redis里面呢 就会包含一个值 包含一个值之后 那接下来 你在发起第二个请求的时候呢 你把用户的短期 图片验证码发送过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做什么操作呢 验证图片验证码的 证确性的意思 就相当于 我从拽记当中 把真实值取出来 然后呢 再把你的天写的值 也取出来之后 进行对比吧 是这样的过程吧 那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好了 这时我们考虑单一用户 如果说是多用户呢 如果多用户的话 都像我发起了 图片验证码这样请求 然后呢 我给你一次性 生成了好多 生成好多之后 那接下来 再往这里面 再发起短期验证码 我需要验几图片验证码的 这个请求的时候 我究竟是取出来谁的值 或者说是 我在保存的时候 我就得保存多个值 那我在取的时候 我得取哪个值啊 这什么得考虑啊 对吧 所以就相当于 用户ID 那我问一下 这里面是在注册 有用户ID产生了吗 还没有对吧 用户连注册都没有完成的时候 哪来的用户ID啊 对吧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跟用户挂上钩呢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没有问题 我确实得找到一个编号 得把这个图片验证码的编号也给你唯一的标出来吧 所以这是观念账点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进行发起短信验证码 这次请求的时候呢 除了要去发送用户填写的验证码之外 是不是还得去携带上这个验证码的编号啊 对吧 还要去图片 验证码的编号 这个编号也得给带上 这个编号带上之后 那我在这里面 才能根据你这个编号取出来正确的值 然后呢 才能进行对比 那你现在看一下 那这个编号我在上面生成的时候 是不是就得去生成一下啊 那很有可能说 我们在符记当中就得去写了 生成图片验证码 然后验证码图片 还得有一个编号吧 有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 好 我也生成 生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再保存到redis当中的时候 就不仅仅要保存验证码的真实值了吧 还要保存谁啊 验证码的真实值和编号一起 一起保存到redis当中码 对吧 是保存这些值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如果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话 那浏览器在发起第二请求的时候呢 它为了能够携带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也就意味着说 我上次在给你返回图片的同时 是不是也得把图片 把这个编号也得给你返回啊 我把编号给你返回之后呢 那你浏览器当中 才能够把对应的这个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是不是才能够存下来啊 你才能把编号存下来 你把编号存下来之后 那你接下来再发起请求的时候呢 才能把这个东西发回去 这是关于的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个编号当中 如果我放到这样一种形式来去生存的话 也就是说 我在这次返回的时候呢 既要返回图片 还要返回编号吧 图片什么东西 图片就是真实的二进制数据 而编号呢 编号就是个字符串吧 如果我按照这样方式 c到e行往前端返回的时候 那你说前端再去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就比较麻烦啊 它得从那响应体当中 既得把图片也得取出来 然后呢 你还得去把编号的字符算也得取出来 你得进行解析才能进行操作 那既然如此的时候 那我能不能是说 我把这个编号不由后端生成了 我一定非得都有后端生成吗 不一定吧 那我难道就相当于是说 你前端来说就这么懒吗 你前端就不能帮我做一点工作 你不能帮我把编号生成吗 也可以吧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再去考译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为了减轻后端的压力 也去减轻你在返回的时候 最终要去解析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真实的这个编号 我们放到哪呢 不再由我后端生成了 而是说你前端浏览器 在向我索取这个请求之前 你先来把编号 你自己先去生成一下 所以这是浏览器先去做的 所以就相当于 他先生成一个编号 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编号 生成一个编号之后呢 然后呢 你在发起这个 获取图片验证码请求的时候呢 要多携带的一个参数 携带什么参数呢 携带编号 你把这个编号呢 发给我 发给我之后 那我后端直接给你生成一个图片 生成一个图片之后 然后呢 我也知道了 这个图片所定的编号是谁吧 所以我就把这个编号 跟这个图片的真实值 一起放到软件当中 放到软件当中之后 那我再给你返回的时候 你前端是已经 由你生成了编号 所以我就没有必要 再把编号给你返回了 我只是给你返回图片 是就可以的 给你返回图片 然后呢 那你乱七也就知道了 刚才我生成的自己生成的编号 然后呢 我要一张图片 我就知道这个图片 肯定是跟这个编号有关系的 所以呢 接下来 我再发行动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拿着我生成的编号 往后端查送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成 这样的一种流程 那这个流程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样的一个基本流程 好 这个基本流程有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在后端 去实现代码了 编号的话 我们可以去解决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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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去解决重复性